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們 今天呢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 新仙劍奇俠 鑽之徽劍問琴 好那麼今天歡迎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最強天衣角色以及陣容搭配 然後這遊戲的新手開局福利還有隱藏的禮幫好序號 好那麼首先的話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新手的 開服之前可以領的一些福利喔 可以先來他的這個FB粉專先進來他的這個事前約頁面喔 那事前約頁面的話上方就先登錄一下你們自己的這個遊戲的郵件信箱喔 然後之後呢在下方就會有這些額外的活動可以參與啊 那最主要活動的就是御劍俠客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可以有個免費五連抽啊 那等到這個遊戲開服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你選擇的五連抽 直接在遊戲中進行使用喔 好所以說這個至少也可以大家先來這邊抽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可以抽過之後就可以再抽 好然後最後一次五連抽 這邊的話抽獎看一下我們就抽到一個橙色喔 那他是可以抽很多次啊 而且的話他是每天的話都有五連抽 然後點贊的話可以再獲得十連抽然後購買這個 一元禮包又可以再拿到這100張的敗帖啊 大家的話可以先來這邊抽一下喔 就算抽到不好了 進遊戲之後也是可以把它當成肥料 進行使用啊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這個虛寶虛號就是 除之買卡有點數的話可以到這個 領獎專區 這邊可以額外多獲得一張 祈願符還有銅錢及仙元喔 然後這邊的話官方這邊廣告直接說可以免費中 10001連抽啊 而且每十抽會必中這個超神俠客喔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真打不過開服的話一定是有一些額外的這個 抽獎的福利啊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些禮包具好 像是廣告的 這個統神禮大良 L.D.N.E.001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遊戲非常常見的 VIP3.7 還有這個VIP3.8 那到時候遊戲上市的話也可以試一下這個VIP3.6 VIP3.9 目前廣告的話是 只有分享這一些喔 好然後我們接下來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 最強天零角色 好那這遊戲的最強天零首抽角色的話就是屬於我們的 趙靈兒喔 不過的話他是屬於這種 陰陽靈兒啊 陰陽靈兒的角色在這遊戲是比較難抽到也就相對於來說比較難培養喔 那強烈的地方在於他有這個 神影 可以提高我們自身的這個怒氣值也可以降低敵方的怒氣喔 比如說這個有加速減速的輔助能力真的是一個非常強的 輔助角色 那像他升滿之後可以直接恢復1000點啦然後如果怒氣低於1000點的話可以 直接跳過本次行動喔 非常強的一個輔助角色那 基本上每個大樓陣容都必須要放一隻這一隻趙靈兒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推薦的輸出角色那首推外就是我們的雷系趙靈兒 雷系趙靈兒有非常強大的這一個群體攻擊禁啊 可以召喚九段神雷喔可以造成大量的傷害啊 那基本上前期的話都要靠我們這個趙靈兒去推觀推圖啊然後拿到更多的資源喔 才能夠讓我們中後期的話才有 足夠的資源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喔 而且他本身還有自己恢復生命值的能力喔還可以恢復自身的怒氣喔 所以說把資源都丟給我們趙靈兒可以直接 變成陣容裡面最強的輸出還有這個 生存角色啊 然後再來的話 李霄也是一隻還蠻不錯的輸出角色喔 那他主要呢就是可以有多段的暴擊傷害啊 而且本身被動技能還可以一直疊他自身的暴擊機率 還可以獲得雷盾斧直接免疫一次他的負面效果 在PVP上是非常強力的一個存在喔 常常直接瞬間就把敵方的主持一直接秒殺掉 那火省氣霜的話也是非常猛的一個群體輸出角色 主要的話也是可以看到他的這個火毒的輸出技能啊 那火毒的話是可以無視敵方的這個防禦傷害喔 然後再加上他本身的這一個被動技能喔 每回合結束的話都可以再多額外造成 這個30%乘以敵方所有火毒層數的 無視防禦傷害啊 而且升級到等級越高是他的這個傷害基礎啊 還有四方的這個次數也會越來越多喔 真的是非常暴力的這隻角色啊 那如果有玩火毒隊的話基本上這隻角色 省氣霜是必定要上場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介紹一下這遊戲的奶媽服務角 那像是我們的林月如也是一個強力的控制角色啊 弄技能可以造成敵方的全體角色喔 讓敵方沒有辦法施放這個普攻 然後本身的被動技能只要我方暴擊時就可以直接將傷害 轉化為血量治療全體喔 所以說邊打的情況還可以邊回血啊 然後另外一隻推薦的服務角色的話只是省氣霜也叫做省氣霜啊 那主要的話是可以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附加冰霜 也可以恢復自身的血量免疫下次受到的傷害喔 好那剛剛推薦這幾隻角色的話其實都算是比較難抽到的角色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分享一些這個平民 比較推薦可以使用的角色喔 那平民最常使用的角色的話 主C就可以用一下我們的星選喔 那我們星選的話是因為他有這個中毒的效果 中毒效果的話可以直接造成生殖傷害喔 所以說就可以穩定的造成輸出啊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則是火毒 火毒的話也是推薦可以用一下星選 火星選喔 他的火毒效果呢可以造成這個也有一定的無視防禦的傷害啊 所以說跟土星選的話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以搭配其他的火毒輔助角色喔 那像是火阿努 他本身的主動技能的話可以附加額外的火毒效果 而且還可以使火毒的這個減療啊 還有傷害 變更加強化 然後其他的這種 輔助角色的話也是可以用一下 這種雷元哥喔 雷元哥的話他的主動技能可以直接造成暈眩效果 直接附加兩個回合喔 那這種暈眩真的是 簡單好用喔 那另外一個的話有雷元哥喔 雷元哥一樣是可以造成控制效果 不過的話他是冰凍啊 那基本上的話就可以把剛剛那些主C角色像是那個 火星玄、土星玄還有阿努 然後再搭配一下這兩隻的控制角色 然後最後的話可以再上增一些其他的這種奶媽輔助喔 像是可以搭配一下水阿努喔 這隻也是蠻容易獲得的 可以直接恢復血量啦 稍微提升一下我們陣容的整體的 生存能力喔 好那其實大家可以直接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抽獎機率就可以大概知道自己抽獲角色的強度是怎麼樣 但是前面總只有0.0幾%的角色都是比較強硬的稀優角色 然後至於像後面這幾隻這個0.18% 相比前面這個機率就提升了非常多 那直接提升了10倍喔 那這些角色就算是大家能夠 較培養的平民角色 而且剛剛介紹的這個主要的輸出 雷靈兒雷噪靈兒在登陸7天的話就可以直接領取喔 然後下方的培養游裡到滿的話可以直接拿到真品皮膚耶 這個台服的話應該上次也會直接造這個慶典直接用喔 所以說前期的話可以用一下噪靈兒啊 稍微多拿一點前期的資源喔 然後這邊的話是陸服的一個 俠客T度表啊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最高的就是雷靈兒還有噪靈兒喔 這兩個靈兒都非常不錯 還有剛剛的靈月爐啊省七雙 這些角色的話都是蠻推薦如果有儲值 有課金能力的玩家可以著重培養啊 那如果無課玩家的話就可以用剛剛介紹這個土星弦 火星弦然後如果後期比較多資源的話可以把它 換成火七雙喔也是可以把它慢慢換成這種 T0啊T0.5的角色喔 不一定說無課的話就只能夠玩這些下方一些其他的角色 好吧那美少爺就是今天的這個新仙境奇俠傳 之灰劍問情的你幫我需要分享以及 官方認證 以及最強的T0手說角色陣容 還有這個平民的隊伍搭配推薦機 稍後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